内地是否会推出刺激措施 一直都在憧憬 所以就在谷起了市 昨天总理李克强在一个视频对话上 在一个会议说 中国不会为了一个过高的增长目标 即是说经济增长目标 而出台一个超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超发货币预知未来 他有特别提到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保持就业和物价稳定 居民收入成长而且物价稳定 经济成长率略高或者略 低都可以接受的 你又怎么看意义大不大 这一番言论对于市场现在憧憬 或者内地一路会出台一些措施 我觉得大家的焦点 是他不会出台超大型计划 但其实重点在上一句 就不会追逐一些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此话何解呢 请听我慢慢讲 好了 因为上个星期公布了第二季经济数据 是0.4 按季其实倒退的 好了 回来了 如果第一季是4.8 第二季是0.4 上个半年是2.5 全年之前公布了一个目标 就是5.5左右 问题就来了 如果上半年是2.5的话 我屈指一算 下半年是要去到8至8.1 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消费又不是那么健康的话 基本上是没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不要想我们会强行做5.5的了 这个是比较务实的态度 但是你再看下面的话 更加重要就是要保住一个略高的经济增长 保持着一个制裁市场 那你要做这些东西 你就要推出一些招数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 他会继续出招的了 一定是透过一些招数 力挽经济狂难于寄赌 希望令到经济带出一个困境 去到一个合理的增长 但是他不目标就不是5.5 所以招数是继续出的 我们选股的时候 假设你想入市的话 我想一些国策受惠股 你没理由特意选择一些 未来前景不好 在经营环境里面极具挑战性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续维持一个 所谓的国策股的选股方向 所以昨晚强强说的东西 我觉得是务实 和可以理解 又不需要过分担心 他这样说 就是不出招 不是的 招就一定出 还要进出快出 能出总出 这个判断是没有改变的 是